20世纪60年代 美国航空工业进入超音速 新一级别航空电子流畅的压势布局 成为那一时期战机必备 不过有一型战机却反其道而行之 不仅没有所谓的压势外形设计 最大时速也只有0.9马赫 最主要的是 这型战机造型丑陋 为此美军还亲切地称它为 斯辣 又矮又丑的 这架前期被骂得体无完肤的战机 就是A7海盗2 海盗2刚服役的时候 不仅美国民众 就连大部分美国士兵都不理解 美军怎么会造出这么一个玩意儿呢 不过很快 至一生就被随之而来的赞美覆盖 海盗2一战成名 20世纪40年代 美国战斗机工业 经历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演变 导致几十种战机的飞速发展 致使每款战机都比上一代更有益 当时航空电子和超音速概念 都是刚刚被定义 飞机制造商专注于将两者合二为一 这一变革 催生战机必须拥有独特审美的机身 以及更快的速度 复杂的电子和超音速带来的损耗 也意味着战机的寿命将会进一步缩短 研发 开发 制造成本 呈几何事上升 对于当时美军有限的国防预算来说 这是一个极其尴尬的局面 越战爆发后 美军全面介入战争 当时主导天空的还是A4天鹰 天鹰是一型敏捷性好 可靠性强的轻型战机 但是这款战机有一个致命的缺点 那就是航程短 空在最大航程也不过4000公里 作战半径仅为600公里 最重要的是 当时它的使用年限也已经接近尾声了 这个时候 美国海军极其需要一款瓶型替代品 来执行越南上空的火力覆盖 虽然当时由沃特飞机制造公司 生产的超音速战机 F8U十字军 能够暂时弥补A4天鹰的空缺 但是时间长了 问题又开始暴露无遗 美军发现 十字军超音速战机造价昂贵 一架能买多架田鹰 另外当时十字军的主武器 仅仅是口径50毫米的机载火炮 这使得它在越南战场上的火力覆盖效果严重不足 所以美国海军需要一款高航程 高载荷 大火力 高性价比的战机 立刻投入到战场当中 说的再直白一点 就是战机不仅要拉得多 打得猛 价格还要便宜 而且短时间内就要 不出意外 这一重任压在了沃特飞机制造公司的身上 为了满足美国海军的需求 沃特飞机制造公司 在想尽了一切办法之后 灵光一闪 向海军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建议 你不是既要便宜 又要庆能 还要短时间内上战场的飞机吗 那干脆咱也别用超音速发动机了 机身的设计也简单点 直接用十字军的流水线 这样不仅省钱 还能省时间 您看怎么样 这一建议在当时而言 完全就是倒退性的言论 别家飞机制造商都在想着办法 怎么让飞机高大上 可沃特飞机制造公司 却反其道而行之 是没成想 美国海军听后大手一挥 只说了两个字 行 沃特公司得到这个指令之后 犹如得到了一张万能许可证 开始了飞机的改造过程 沃特海基空袭研究小组 仔细模拟了144架次号 单价仅为248万美元的A7海盗2 这款服役了48年的经典机型 由此登场 之所以命名为海盗2 首要原因就是为了纪念沃特公司 在二战时期生产的著名战斗机 F4U海盗 其次是因为它的外形 对比当时超音速战机的外形 海盗2确实处于主流审美的范围之外 但是尽管如此 这架结构简单 又不具备超音速飞行能力 还被海军飞行员嘲笑为 矮小丑陋的 战机 却被代表着美军最高审美的空军部队 看在了眼底 随后海盗2成功取代了A1天袭者攻击机 以及北美F100和F105战空击队 成为了当时空军攻击机的主力 这在美国空军发展史上是非常罕见的 美国空军部队对此用了一句话来解释 那就是 谁能拒接一个丑陋无比 但力大无穷的勇士呢 沙漠风暴行动中的海盗2 搭载一架20毫米机炮 一架M61火神式机炮 六个一下挂载点及两个机身挂载点 共计6800公斤的总载重能力 可挂载两枚AM-9香尾蛇 两枚AGM-45反辐射导弹 两枚AGM-62电视导引炸弹 两枚AGM-65小牛导弹 两枚AGM-88导弹 两枚GB-8激光导引炸弹 三十枚MAC-82或MAC-80炸弹 LGB激光导引炸弹 GB-U激光导引炸弹 B-28 B-57 B-61核子炸弹 以及四个LA-U-10火箭夹舱 从以上海盗2所携带的火力来看 空军看上这款战机的缘由 一目了然 这家伙他不是一般的能装啊 别说空军 海军对他更是爱不释手 直接装备了22个舰载机连队 海盗2源自F-8的生产线 除了机体设计外 他还是第一架配备现代抬头显示器 惯性导航系统与涡扇发动机的作战机中 作为一款不需要超音速飞行的攻击机 气动细节上做出了很大的调整 机身为上单一单座的设计 进气口位于机头雷达罩下方 后略式机翼有明显的下反角 水平为一上有上反角 与F-8相比 海盗2机翼面积增大 机身变得粗短 机翼大梁直接固定在机身框架上 减换了结构 这一设计虽说提高了可靠性 可也实实在在地牺牲了海盗2的颜值 为了换装窝扇发动机 海盗2的进气道不得不再次扩大 而且唇口也变得顿了不少 正面看起来 飞机就像是在微笑 但是如果侧着看 或者从下往上看 海盗2的表情就会变得极为难看 这也是为什么大家会调侃它丑的原因 海盗2机长14.06米 高4.9米 宽11.81米 空击重量8.84吨 最大起飞重量19.05吨 最大推力14500磅 海面最大时速1123公里每小时 无外挂富游箱的情况下 满载作战半径为1127公里 在航程上完全满足了美国海军 乃至美国空军的最大需求 此外 海盗2将F-8原始的机身 钢索弹射替换成了拖液杆弹射 后修的A7AB型 分别采用了美国海军指定的 TF-30系列涡扇发动机 第一型换装爱立逊的TF-41发动机 这一系列的升级 是A7本来就较好的机动性 屡次得到提升 在越战中 一架米格17在前面玩命的陶 一架海盗2在后面疯了一样的追 成为了海盗2的空战名场面 越南战争期间 作为当时唯一对地面部队 实施近距离支援的攻击机 美国海军20个舰载机中队 10艘航母都装备有海盗2 从1967年12月4日首次执行任务 到1973年1月28日越战结束 海盗2A与C两星战机 共出动4.9万架次 飞行时长超过20万小时 投弹18.6万吨 随着可投放制导物器的E 投入使用 海盗2攻击机的整体战损率 下降至惊人的25% 也就是说 平均出动1600架次 或者投弹3600吨 才会损毁一架海盗2 不得不说 这个效率 就算战机的造价再贵一点 那也划算 当然了 战机能在空中闪转腾挪 除了良好的机动性 防护性能和航电 火控也是一个很大的因素 海盗2的装甲总重195千克 崩荡为防弹玻璃 座舱前方为9毫米钢装甲 底部为13毫米硬滤板 在油箱周围 发动机下部及平尾作动器 两侧都有装甲 随着型号的不断的升级 海盗2的防护装甲 还将钢铝升级为碳化棚装甲 进一步增加了战机 在空中生存的几率 与此同时 AN APQ-116雷达 使海盗2拥有了地形跟踪 和地形回避的能力 后来的D和E型 又换装了AN APQ-126多普勒雷达 使战机具备了空地跟踪 地形回避 测绘 电视显示 交叉搜索回避 以及反辐射导弹显示的 多种工作模式 海盗2C型开始 安装马可尼AN AVQ-7评显 可用于对空瞄准 对地武器投放 导航和飞行数据显示 这些因素都是海盗2 在空战中保持优势的关键因素 下面我们来简单了解一下 海盗2的衍生型号 A型 B型之间的差别并不大 共生产395架 全部装备美国海军 C型为过渡机型 使用TF-30P8发动机 换装火山机炮和瓶显 升级火控 液压系统 弹射座椅 换为SGU-8A D型为空军专攻 比此前增加了多种工作模式 换装了全自动空战机翼 和目标极光指示系统 共生产459架 E型为D型的海军版 加装了夜间低空攻击吊舱 共生产529架 由BC改进的双座型TA7C 被用来培训飞行员 装有A7E相同的航电 共改装73架 由空军A7D改装的教练机 A7K 具备与D型同等的作战能力 共31架 主要装备在美国国民警卫队 A7H为希腊外贸款 共60架 A7P为葡萄牙外贸款 共50架 随着战争的结束 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开始 共A7开火的战场越来越少 1983年 美国入侵格林纳达 A7E随独立号航空母舰行动 总飞行仅300架次 共投放60枚炸弹 1991年 A7E随美军出征伊拉克 肯尼迪号航母上的两个A7E中队 共计出动725架次 摧毁了一境内大量目标 战争结束后 两个海盗2中队 随肯尼迪号航母返回海军基地 可谁也没有想到 这会是海盗的最后一次航行 1991年5月23日 从伊拉克归来的海盗2 正式从海军退役 生涯共出动12万架次 500多万飞行小时 巅峰时装备22个美国海军中队 哪里有美军行动 哪里就有海盗2的身影 1992年 空军所有海盗2攻击机 退出现役 2014年10月 希腊空军第116作战联队 在阿拉索斯空军基地 为全世界最后的海盗 举办了盛大的退役仪式 自此 博物馆和飞机坟场 成了海盗2最终的归宿 海盗2的落幕 远于时代的进步 尽管它还很强 但已经不能再成为主角了 随着现在战争方式的改变 性能单一的攻击机 必定退居二线 被超音速隐身 多用途战斗机所替代 但是与此同时 请大家不要忘记 海盗2的诞生 同样也源于时代的发展 尽管它当时很丑陋 却在近50年的时间里 把世人的万千宠爱 给予一身 在那段历史当中 海盗永远都是主角 也值得我们一直铭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